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做的是兩個英子的試驗 昨天上來報告的人 我們希望大家要特別提及說 這兩個英子是哪兩個英子 這兩個英子的話 他們各有幾個 treatment label 除了這兩個英子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反應的變數 反應的變數是什麼東西 那你為什麼會想到說 這兩個英子對這兩個 對這個反應變數是有影響的 那當你在做這個結果的 做出來的這個分析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要看的是它的 interaction 對不對 然後再看這個 main effect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請第一組 大家好 我們是第二組 我們做的題目是 國家和系列的不同 對台灣與其他國家 是Apple商品價格差異的影響 好大好長的題目 然後我選擇的商品呢 有三種Apple的商品 特別是iPad iPhone跟 Apple Net App 然後今年呢 其實我們班也是 我們都開始 很多人都會用到智慧型手機 或是一些高科技的產品 例如平板或是智慧型手機 跟其他可能播放音樂的一些電子產品 其中以Android跟Apple的作業系統 為最主要的市場佔據的 那個市場擁有的 商品的所使用的 那個作業系統 然後其實這幾年來的 兩個牌子的競爭都非常之 非常之激烈 然後也有人就是 其實大家都可能會猜想到說 Apple好像就是 變得越來越厲害 股價也很高 那這幾年來的 其實Android一直都在 就是在市場在我裡面 都打敗了Apple 然後在2011年的一個統計裡面呢 就是做到說這個 系統的那個占有 在市場裡面的占有率 是Android的占有率 是比iOS來的 相對比較高一點點 不過呢 這 這無損呢 Apple的粉絲 對於Apple的重心 然後也有很多 很多粉絲呢 還是在家裡面 還是有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情境會看得到 所以有螢幕跟沒螢幕的 都可以是Apple的產品 然後最近Apple的產品有什麼 就是吸引人的地方呢 除了可以上網瀏覽 還可以看書 還可以打電話 那相機可以拍照 也可以處理文書 可以打遊戲 更可以開鎖 還可以煎蛋 然後這些 而這些商品 其實在各地 其實有沒有各 價格上的不一樣呢 其實這個 引起這個題目的一個主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所以我弟呢 曾經幫我的台灣 他的台灣同學去買 就是在香港買一些 Apple的產品到台灣 這位賣給他 然後中間的那個 差額賺了三千塊台幣 所以就是引起了 就是這個 好奇心就是去知道 究竟各地跟台灣 在台灣賣Apple的 那個價格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就是利用看 嗯 國家跟 我們的兩個因子為國家跟系列 就是 以剛剛所說的那三個系列 為其中一個因素 然後去看台灣跟其他國家 就是Apple的產品 差異在影響 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們的取樣方法呢 是取這四個地方 美國、中國、香港 跟阿拉伯、共和國 這三個剛剛說的產品 然後以每一個系列 都把商品編號 不好意思 先打錯字 然後再以Android的那個程式 Quick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去進行Sackle取樣 我們得到那個價格的方法呢 是到Apple的官方網頁 然後在這裡舉例是iPhone的系列 iPhone的系列呢 會有以下這樣子的價格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標好 那個編號了以後 就會在其中取樣 因為有匯率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到了Yahoo 去把那個價格換回去台幣 然後再以這一個公司去得到 這個公司再取絕對值去得到 我們要的那個Intense 然後以下是結果的部分 然後這是我們的原始數據 下一個是計算 然後就是 這個數字去GGS之後 算不算 然後去TA還有TB H0我們是設 AB5 Interaction UA1可以UA2 UA3 UV1可以UV2 和P3 HA是設 AB間有Internation 至少有 UA與其他不同 至少有1.5 和其他不同 我們商權是設 RiseR 和商品 商品 是Random Sample 然後Sigma 平方式 等 像的 HAPA是設 0.0 QG SSA 就是 把TA的平方 加總之後 數於N 乘以Q 然後減掉 總合的平方 數於N Q 算出來是 0.1885 SST 是 整個TB 的平方 然後 除以N乘Q 減掉 G的平方 除以NPQ 然後 是等於 0.332 G SST 是 所有項目的平方 加總之後 減掉 G的平方 除以NPQ 然後 是0.96 6 SSA 是 等於 所有相檢 的平方 加上 所有相檢的平方 然後 談 0.01 SSA 就是 所有減掉 A和P 我談 得到的是 0.4599 然後 先 要 要先 看 A和P 之間 有沒有 0.95 然後 DM 只是 6 和12 然後 得到的是 3 然後 先 A和P 算出來 是 因為 A和P 都是 fixed 所以 A和P 然後 在求 AP M值的時候 是 MSA 屬於 MSA 結論 是 MSA 落於 DF 6 12 它是落在 Critzmo region內 所以我們接受 HA AP 兼有 Inderations 了解 由 因為 我們 AP 是 有Inderations 所以 就 沒辦法去 比較 A和P 然後 接下來是 討論的部分 那我們 首先 像美國 是 Apple產品 八原地 然後它很多產品 都比台灣的價格便宜 尤其像iPhone的部分 我給大家看看原子數據 像 美國在這裡 它iPhone的部分 它是負0.7 像看其他都 0.0幾個 負0.1 但是這個 我的負值是指說 它都是比台灣比較便宜 因為我們的公式是 台灣的地區 那個其他國家 緊張台灣的 再儲上台灣的價錢 對 然後所以 我這個 我想講這個的意思 想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 這個系列的不同 也都是會有 會有差距的 那我們也看iPad 在中國和阿拉伯 就這兩個 就iPad系列的值 它是比台灣的還貴的 那 雖然我們在 我們的原子數據 是有看這個現象 可是事實上很可惜 我們做出來的是 他們是有 因為AB有 interaction 所以我們無法 再去做說 看系列會不會 對它有所影響 不 就是沒有再繼續做下去 所以 對 就這句 不同國家會是影響不同 Apple產品系列的價格 對 那 喔 香港 美國和台灣的差距 比較大 對 就是說 他們 都比台灣的便宜很多 那 然後最後也是告訴大家 所以台灣的Apple產品 真的還沒貴的 那如果你看你想要買什麼產品 那你就可以選擇說 如果你要買iPad的話 那就不要去這兩個國家買 這樣子 然後靠近點的話就去 香港也是最棒的 香港在這裡 好 好 那 這就是我們的報告 那請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第一個 大家對他們在做什麼 懂不懂 可以開始問了 這些產品應該還都知道 好 好 那他們在做什麼樣的設計 先把那個數據內長拿出來看一下 他們在做什麼設計 有沒有人要問 很多人要問 很多人要問 要問 要問 問他 就是iPad系列裡的東西 像i...iPad有...怎麼i...像這個 這是iPod,像iPod有iPod Touch,iPod Procic 然後同樣他們也會有不同的Gigabyte的大小 也會有不同的價錢 沒有沒有,那個就是算在...算在裡面 對,像這裡的話就有1、2、3、4、5... 會有7個字 然後隨機取兩個 這樣子 這樣如果是你的iPad 取到我們的16...iPad 你覺得你的iPad是取到比較小 那反正你都會有 所以我們...所以我們是做對台灣的影響 就是... 用這個,我們的目的是要查說 欸,國家跟台灣...其他國家跟台灣的這個價錢的差距 就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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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假設你... iPhone收到...就是... 中國收到iPhone4S 那其他國家全都是有iPhone4S 從開始了解他們到底是在做什麼 然後了解了以後才進去想 做這樣有沒有意義 OK 好 繼續 有書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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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受一下嗎? 試一下,我扶著一下,給我看這個, 嚇死我了。 就是這個。 嚇死我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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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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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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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